有些小伙伴很伤心 你说弄了这么多的钱 说要给卷走了就卷走了 你的钱怎么来的呢 你不还是从我们这些公仔们 手里一分一毫的这样抠手走的吗 比如说这个家伙 这个美团拼多多这些 你消费的群体也是底层 送快递员那更是底层了 你们的弯的钱 你怎么存到那里去 你怎么不存到郑州银行 郑州银行也不是很安全 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钱人他有钱不存银行的 我们穷人可能一想钱要存银行 有钱人他不是会存银行的 除非他有投资行为 他这里有事 他要存到银行里去 这个聪明人是要你用你存的那个钱 去做生意 像我这样笨蛋穷人 当然了我也没钱 像我这样笨蛋和穷人 才把钱放在那里给人去做生意 是吧 这两者这个逻辑要搞清楚 因此你说这个富人 他会把钱老老实实存在银行里 不太像 即便存也没有多少 是吧 他大部分他会在股票 在这个债券 在理财 在什么投资 是吧 他要进行那些个东西 你说了 你说了 你怎么弄 什么都像听着那个片子 是不同的背景 他展示不同的东西的 什么像股市啊 债券 你这个 他会延行军阀的 是吧 当然也会上当受骗 这也是肯定的 啊 但他还会有这个砖的时候 而有的地方是永远上当受骗 永远你不会转啊 这个还是有差别的啊 那么这里的这个逻辑链条呢 说他们辛辛苦苦的呢 把钱啊 从这个公仔手里挽走 要用漂亮国的人洗了啊 我们先不讨论这种逻辑 他的那个 有多大 是吧 也许万一 他们就是刚好 钱在那里流动的时候 就完了 真的就被给 给弄掉了啊 真的就被漂亮国给 给给骗了啊 可是我看那个银行啊 他在上海还有银行 啊 而那个所谓的美国的 那个投资人吧 不看那个名字 我不知道啊 是那个白人 起了个中国人名字 还是怎么样 倒是中国人的名字呢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 啊 朋友们记住 不过如果这里啊 假如说这个硅谷银行 他真的完全是中国人持有 那你就不用太难过吗 啊 万一又不是 你还是难过 没关系啊 这里还有一个大哥 等着你了 啊 这个这个许家印大哥 许家印大哥 不是也欠的 外国人很多钱吗 好像也都黄了 哎 怎么怎么样啊 还不起了 怎么怎么样 就是你别以为 这个钱洗不回来 又被洗回来了 没事的 这里就是深刻的 要讲一个问题 现在的世界 不是什么的 西化的问题 现在世界是要我们被冬化了问题 这里面我要告诉你们谁最后胜 是吧 秦为什么又可以灭六国 一定要理解这个问题 是吧 所以说这个小伙伴们 你想到这个问题呢 也许会更高兴 当你听到我说 我说的这个 说这个最后这个答案呢 你也许呢 你就更难过 这个不一定的 就所有的事情都是不一定的 是吧 他他他在变化呢 我们要要理解这个变化 同时他虽然 他把这个 他这么厉害 他可以把全世界人都给洗了 他好像现在又是个穷人 你说这个钱到底去哪里了 你们可能终于最会开窍了吧 他的身价呢 说比马斯科还高 可惜呢 他是富的 马斯科那是正的 他就是他这么能洗 他也没钱 钱到底去哪了 朋友们 你看这个兜兜圈子 从我们身上把钱弄走 搞得漂亮国 他又给弯回来 没了 都没了 谢谢大家